你觉得这么多年你在中国钻研下来 这个西方人和中国人 吃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有对比的地方也挺多的 但是相同的地方也挺多的 先说一个有对比的 我其实这个就是所有的菜一次上 因为分餐和 对分餐和就是 就是集体的和隔体的文化 确实是从中国 你就看那个控制理论什么的 就是和谐 和谐很重要 家庭和谐 城市和谐 就是全国和谐 什么和大自然 和谐给我带来的影响 这个概念 就是每一道菜 这些东西就像切配的 少得快可以给很多人吃 用筷子就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是圆桌 但是西餐呢 就是比较个体的文化 他就觉得直接跟他上面的一个 呈现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物质上的世界是假的 对吗 你就是盘子上吃的东西 我爱吃什么 我选什么的 那就是有我自己的餐具 比如说高档的 你说密西林的餐厅 你有这么多的酒杯 水杯 葡萄酒杯 香槟杯 博尔多杯 然后有这个盘子 有这个茶 沙拉的茶 茶的刀 你如果有一桌的那个盘子 也不现实 你把主菜 开胃菜 甜点什么的 所以看起来就不是很丰富的 你这个就能跟文道对话了 我记得他就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中餐呢 是这个人吃饭 西餐是饭吃人 是吗 我这么说过吗 我给你俗话了 你原话怎么说的 因为西餐呢 他是这样 中国人喜欢这种自由 就是说西餐的话 比如说我们吃的时间长 不是我们来决定 是厨房来决定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这个餐厅 像有的很夸张 我二三十道菜 一点一点一点慢慢上 那你吃三四个小时 你不由自主 那中国人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做下 我们也点了一桌菜 吃吃吃 其实呢 你半小时吃完也行 但我们偏吃他四小时都行 对啊 就比如说我吃了四小时 还是拿去热 然后或者说你 你这个 再点个什么来 西餐你不太容易 比如说先点好了 还不会再加点 不太有这个东西吧 享受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这个其实 东方和西方的这种差异 可能是从 有一个更具象的例子 就是小麦 小麦大概人类 一万年前驯服了小麦 九千年前开始往东往西 散播 那到东方的时候 你看遇到的更多的是水 蒸汽啊 面条啊 馒头啊 往西方去都是火 就是东西方的这种文化 是不是有点水火 水火相济 对 就是就是有点有点不一样 它可能确实是这样 刚才说到这个 呃 餐饮的格式 其实也是这样 那 那 呃 西方的 中国吃饭叫 饭不渝 嗯 就吃饭不说话 传统是这样 传统是这样 呈住旅学 就是宋代以后 基本是这样的 那西方恰好是一个 非常好的交流的机会 他 嗯 那 基督教里面的 分面包的仪式 就叫 communion 对 就是communication 就是交流 对 就是 从分面包开始的 它跟吃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关系 而且呢 和人吃饭也是用这个说法 我跟谁break bread 就是把面包摆开的 对 那就是吃饭的意思 对 对 而且你看 这个中国话 不是讲究一个 散点透视吗 嗯 小青可以讲讲这个理论 就说中国菜摆上桌 也有点像散点 对 没有透视的 是是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进程的 基本上 那西餐呢 西餐是肯定有一个 线性的排列 怎么叫线性排列 就是肯定是 线是什么 它是所有的围绕着 一个主菜来进行 就像一个音乐一样的 要有高潮 是一样的 对 高潮的地方 其实中国人也不是讲究团圆的 对 一个圆桌 没有具体的开始 没有具体的结束 就是一个圆了 就是不同的那个观点 哎 就像我们这个圆桌 一样的 不知道 不知从何而起 又不知聊到哪里去 对 不过这个在西方 也并不完全是 一定是这样 或者从来都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 油钱菜 一直到甜品的这种 分餐 就分一道一道 排子上 其实在西方的名字 这叫做俄罗斯市 它其实是后来 才固定下来 以前很早的时候 也的确有过 什么菜都上来 但那个菜上来 不是共同摆中间 比如说是贵族家的话 它是有用人轮着走过 然后你自己夹一块肉 放自己盘子里 像唐顿庄园那种 要不然你看意大利 或者西班牙到现在 都还有这个习惯 家庭聚会 也是一大桌 也都全都放 所以今天的这种分别 其实是很晚才形成的 那为什么我们印象中 美国人感觉吃的挺简单 就是汉堡 什么三明治似的 美国好惨 所以我可以 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可以也说另外一个点 就是我们要看到历史 我还记得我在 我在中国一个酒店 也跟你学习 就不专门说哪个名字 就原来我们 给钱再说 原来 就那个领导就说 我们想做一个 密西林餐厅 很高档的那个水平 然后要不你做一个 这个菜那个菜 他们要不做一个 意大利面 就可以做一个国家 面类的这么丰富的 就叫意大利面 Italian pasta 就有一个代表 就是长的那个spaghetti 还是capolini 还是还是fusilli 什么就代表这个 那就番茄浆 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番茄 Roma tomato 就是一个专门的品种 还有新鲜的罗勒 甘烂油什么这些东西 给客人吃 投诉的 这哪有地道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pomodoro 就是最传统的一个 那个乡村味道的东西 对 然后问我的那个 一个厨房人就说 你们原来做的 就买的怎么样 挺好的呀 那你怎么做 他就给我看薯条上面 放那个瓶装的 那个番茄酱 有酸有甜的什么 这个确实是 也许这些东西 进来中国的时候 它没有可以达到 那个要求的原材料 没有人种的 就是欧洲品种的 那不是九层塔 就是金不换 我给你发微信 金不换的 超州人说的那个 就对鲍克的 就来一起朝的 薄荷 薄荷 金不换 Sweet Bezos 就是泰国的 泰国的 泰国的 他们用的是Sweet Bezos 对 意大利的是 另外一个品种 他们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原来 他们第一个反应 就是意大利面 应该是这样的 那就说 珍重这个问题 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 反正这就是 我能接受的范围 你能做我喜欢的 对我来说 这就是正宗的 我一直在吃的 地道的 反正 你看到怎么样 我就想吃这个东西 这是我个人的历史记忆 对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美国人是不吃内脏的 我一直记得 我带一个德国小伙子 头一回上那个北新桥 北京北新桥吃颅猪 我见到 你们怎么能吃这个 就是他说 我都说你们中国文化样样都好 但是我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 这个猪的内脏 你们怎么能拿来吃 我还记得第一次 我把我带 我爸带到中国来的时候 我带他去一个 就是北京的一个小餐厅 然后就看着就是有 鸡翠骨 还有鸡爪的 他就说肉在哪里 他就说鸡胸肉的鸡翠 就是肉在哪里 但是这个就是一种 带来的记忆 我先问一个具体的 他那个炉煮 他们的猪内脏 和咱们的猪内脏 吃法有什么不同 没有特别多的不同 吃起来跟炉煮香料不一样 玉米本来就是玉米 你给谁用的 最后的那个做法 也会有点像 可能做法上不一样吧 比如说 我一直觉得比较奇怪 就我比较惊讶是美国人吃这些 因为我的印象中欧洲人是吃的 对 其实德国人 法国是吃的 你认识的德国人是新德国人 对 这里比如说 尤其是欧洲的话 是分界线很清楚 多的 天主教国家 跟新教徒国家不一样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 跟德国荷莱英国就不一样 那么美国是比较新教徒国家 我发现新教徒国家 对于吃下水 这个东西比较不普遍 比如说法国就很多下水 特别是原来如果你家里面 是做屠夫的那种 做屠夫的是好肉都卖给客人 自己家吃下水 其实是有这种的历史 有这种传统 美国除了也这样吗 我就好奇 美国也会这样 因为安莫理解是这样的 其实你说意大利 法国 他们都有历史上 很多困难的时候 对吗 然后你说的 那个爱尔兰的朋友 其实爱尔兰 和英国 有发生 他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对吗 爱尔兰就是一种地方 他们就把英国的那个海军 专门做他的食物 因为那个时候 就像梁老师说的 英国海军能当食物吗 对 因为当时都是牧船的什么 帮海军做食物 就是这种储存的食物 对吗 就是腌牛肉 腌猪肉什么 当时爱尔兰人吃不到什么肉 偶尔吃一点点猪肉 都是类似于培根的 培根 就是意思就是 你背上的肉 真的是 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毕炉的 那个派烟的就会刮起来 研制之后刮起来 然后他们就发现 他们挖出来的这些烟 有一些小刷那的作用 就是防腐剂的 对吗 后来他们到美国 你看就是一大片草原 或者树林 就是地方够宽 人少 所以除了你说是移民国家 还是有一大部分的印第安人 就是本土的人 对吗 原来也有他们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 很少人说 但是这个是影响到美国的饮食习惯 是很重的 后来他们到美国就发现 确实是肉便宜 地也便宜 强别人的东西 很便宜对吗 就是地也很便宜 然后他们可以放很多的动物 其实原来猪羊牛什么都是从欧洲带过来的 所以他们认为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牛排 他们原来吃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影响到他们后来的一个饮食文化 就像羊肉 为什么美国人现在不怎么吃羊肉 原来英国美国打仗的时候 他们就是英国要求你所有的衣服 原来就是不是棉 那是羊毛 你必须从英国进口的 你自己养这个羊 那就是违法的 所以开始要说 那我们煮独立的 他们说你千万别吃羊 羊就是为了有羊毛的做衣服的 所以改变这个习惯 越来越他们就不吃羊肉 吃的牛肉吃的猪肉这个东西 然后你看他们原来跟当地的印第安人有交换的 比如说Monticello Thomas Jefferson的那个住宅 你可以看后面 大房子厨房的后面 他们有很多的骨头让在那 驴的骨头 或者是牛的骨头 野生动物的骨头 基本上就是这一块 就是怎么会是他们自己去搭猎 还是羊这个东西 都没有那个炉头 没有它的脚 没有它的那个内脏什么 只有内排的 因为就说明他们认为 这就是好吃的 我们要吃摄取的东西 对对对 它也有鄙视链 对 小青你说肉有鄙视链吗 当然肉有鄙视链 肉的鄙视链太强 中国古代的肉就有鄙视链 那牛肉的风味更好一些 就是牛为中 那最好的呢 就是羊 羊为上 羊大为美 你说猪为下 猪为下 牛为中 羊为上 羊是美的 但是那羊怎么来做呢 羊肉里面有三条 叫短链 这个 哎呀 我不说这些专业的 对对 它是会有三味 就是像零八那种 对那怎么来烧呢 后来又发现了 和鱼一起烧是最好的 就是鲜 这就是 这就是鄙视链 羊和鱼就是鲜 这是在汉字里面 就是鲜 那在牛 一个牛身上 不同部位的肉 有鄙视链吗 那 这个可以交给一个潮汕人 怎么说 潮汕人 对 潮汕人会把它分成很多 吊龙啊 这个 驰饼啊 驰人啊 不同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到这个在广东 这个驰链是特别特别强的 我在广州特别喜欢吃一个叫 我不说餐厅名字了 它 它把一个猪头肉分成不同的部位 来涮火锅 就是清汤涮火锅 你发现有的是脆的 有的是甜的 每一块肉都不一样 可能是牙齿外面的肉 可能是天梯的肉 它都把它处理得特别特别好 新疆也不是有一样的吗 对一头羊就可以做两百多菜 就是每一个部位都 那按照你的风味理论 比如说你看 过去我知道的比较粗糙的 一个就像你讲的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老外啊 就觉得 比如说是这个绑子肉啊 或者哪 这为什么吃牛排啊 说这个肉比较好 这个下水呢 内脏呢 肥瘦是都几乎都有 它的叫我们叫鸡肩脂肪 比较平均 这个地方它就这个就好 就好肉 对 所以说老外说吃牛排 所以他们过去我们得到的理解 就是觉得这个猪下水 牛下水 这个不是很高端的 这个不好 但是按照你的理论 咱们好像能够把任何一个东西 做出美妙味 美味了 外国人也一样 法国人也吃牛的小胸腺 对啊 小牛胸腺 特别贵 非常非常 过去我们对脂肪的需求 非常非常非常强 本来脂肪不是我们的敌人 就是后来 你怎么 你这厨师怎么身材这么好啊 对啊 算是吗 对啊 你怎么不胖呢 深颜色的衣服 所以你说这个 这种脂肪 咱们过去感觉就像是老外爱吃比较瘦的 看来这也是个误会 是吧 但是你看现在就像美国 就是社会趣事 就是越来吃的越来少 就是脂肪 对 还是心脏病 还是网上主 没错 这为什么呢 所以说脂肪不一定是敌人 有一本书特别好玩 叫《写在基因里的食物》 这本书特别 他说了墨西哥人 这个为什么心脏病多了 因为现在全球化 导致了墨西哥食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来墨西哥人 每餐里面都会有仙人掌 仙人掌里面有一种物质 和墨西哥人的人种里面 缺失的某一个东西 是有关联的 它是抑制它肥胖的 这个 这就很 相生相克 对 很神 就是我们的祖先 没有现代科学理论 做支撑 我们就是反复比对 经验 就反复比对 比如说 西西里岛的人 他就不能吃蚕豆 很奇怪 为什么呢 看那本书 讲得特别清楚 而且 也是 他就是 就是反复比对 就是每一年春天 他们都会生病 后来发现是蚕豆惹的祸 那我们河北人就没问题 河北人就没问题 而且这里面还有个情况 就是其实脂肪这件事情 是现代人承受能力弱之货 是因为现代都市人 我们没有劳动 我们的生活 我们 其实现在过这样的日子 在人类历史上是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像今天糖尿病 全世界那么多人糖尿病 糖尿病是什么意思 其实糖尿病主要是基因构成的 就你如果一个人容易糖尿病 这在古代说明你容易活得下去 就是因为你很快的就能够吸收脂肪 转化糖分 对 吸收热量转化成糖分 但是现在你这种在过去 在熬饥荒的时候 你有这种基因 你比较容易活过去 现在你就是糖尿病了 所以说明我的营食习惯 对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点有成 那脂肪其实也是这样的 脂肪对我们人类来说 它是很难直接化为能量 就比如我们吃瘦肉 做熟的瘦肉 我们可能很快的能够迅速的转化成能量 但脂肪更多的是来给我们储存 就是那过去的饥荒岁月里 大家可以看无寒的中国旧荒史 那脂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我们对肥肉的那种喜爱 是写在基因里的 而且真的 这个让引起我们思考 就是说你看前一阵鲁玉访问那刘德华 刘德华就说吃素食身体很好 那看来呢 这个事啊 真的是个人体质可能也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前不久啊 先后出现一些国际上特别驰名的 几百万粉丝的 就是素食网红 就是天天在这秀 你看我吃素食素食 后来呢 给人偷拍到在吃鱼 后来他怎么解释呢 他就是说啊 我这个没时间更新的 不是身体有点毛病 是医生让我得吃肉 是个女的嘛 还有另一个网红女主播 也是一直说素食 但是后来呢 确实身体皮肤生一些东西 然后呢 他这个医生 他说我还是主张素食 但是现在这个医生 让我要吃一些肉 所以他们就有人这么解释 说是说 并不是说一直吃素就不行 但是呢 恐怕呀 素食里边含有的人体的各种营养元素 比如说人家刘德华或者谁 会不会是人家有条件 是营养师 必须做一个很精准的搭配 才能提供你身体正常的营养 像我们要是没有科学指导 就是说我完全不吃肉 就天天吃素食 甚至还少吃 是不是可能确实对身体有损失 不过一般 如果你要长期吃素的人 你又没有那种营养师的话 他们都要吃些补充剂的 白白讲 因为你 酥片什么 对 因为你 我纯粹只吃素的话 其实是吸收少很多微量元素 这是必然的 比如说很多 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们要吃一些鱼干油 当然纯粹吃素的 是不能吃鱼干油的 但是他要找到代替品 要不然的话 他很多微量元素 是会欠缺的 那当然这个也可能 跟先天条件有关系 比如说达芬奇 今年不像四世五百年 达芬奇就是一辈子吃素的人 那么但是问题 他活到年纪算大 在文艺复兴时代 也没听说过他有毛病 对 那你就不知道 他们那个时候 也有一些情况很奇怪 就现在发现 以前的人为什么吃素 也还可以活得很大岁数呢 对我们历史上多少 千百万和尚就是证明了 就后来发现 那个不准确的 那个肯定不准确的 为什么 没有任何资料证明 和尚比普通的人活得久 对 但是呢 就算有活得久的 它可能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要忘记 烹调过程了 会产生什么 你用什么锅 还有泥土的营养 对 其实有很多方面 一些铁 都要考虑的 是在烹调过程中进去 或者流失的 但是就说这个肉啊 我们像我跟小青 这个年龄的人 那个感情啊 但是这种感情 以至于我觉得 到底是错觉 还是正觉呢 就是我觉得 我小时候吃的肉 比今天吃的肉香 在我记忆当中 那就是它生长时间长 对 以前的肉就比现在好 那这个都不用解释 就是它舍不得杀 要养一年才能杀 但是你没有发现 你拍了这么多节目 去这么多的地方 采访过这么多的人 你问一个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 我感觉是 全部都会说一样的 我小时候的东西 比现在的更像 对 是我们的味觉退化 我去采访中国 很多小地方 我想了解这些 民间的小吃什么的 也会问的 你觉得现在 和以前怎么样 现在的没有以前像 其实有一个人给我解释 也说的挺有道理 他说 小时候我们的选择很少 而且我们就很难的 吃一顿饭 就像我一个经纪人 他就说 昨天晚上我们吃鸡 然后就是 你这个鸡怎么样 他就说 其实我还记得小时候 就是过年的时候 才可以吃一只鸡 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念 整个一年 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 过年的时候就可以吃 对吗 然后现在你随便都能吃 就像你 你很难的见到一个人 还是去一个地方 你就很 很珍惜这个 这个机会 就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然后如果你随便都能玩了 那你就觉得 淡了 就没太大的意义 也确确实实 现在很多东西的养殖 跟种植方法变了 变了 肯定是变了 尤其是中国 可能变得 尤其中国变得非常厉害 更猛烈一些 那说个最简单的 就是我去内蒙 我的同学说 哎呀 这次你就两天时间 我没时间带你吃羊肉 这个胡吃到处都是羊肉 不是不是 这是你们大城市吃的羊肉 我们要吃牧民的羊肉 牧民羊肉就是节养 就是过了一年以后的羊 牧民自己吃的 它会 它的风味物质就会更多 你比方说 你要去甘肃 有甘男的羊 它生长期特别慢 它要三年才能出来 牛要五年才能出来 那个羊肉 那个不吃羊肉的人 那个餐厅都进不去 那个羊味就会非常非常的重 这个可能就和它 生长期更长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呢 生长期长呢 它的肉是 是特别的 那个连肥肉都是紧实的 真是烤完了之后 刀一划 就能蹦开的 真的 肥肉都是紧实的 这个形容 这个鸡肉一直在运动 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它的味道 很多方面的 但是你说的就是 现在泥土的营养情况 也变了 不一样了 然后就之前 我看了一个厨师 Dan Barber 在美国也是 想让所有的客人 还有社会 我们重新来考虑 就是我们对这些 种地的人 和他的食材的要求是什么 他就专门跟一些农民 合作就说 我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然后呢 你想种什么样的东西 他说 就是味道种 可以变小 可以长得慢 但是主要是 它的味道和营养 然后那些人 回答的都是一样的 从来没有人 给我们这么一个要求 要么要求我们长得快 要么要求我们就是 长得大 或者是可以避免一些 一些病类的 从来没有人要求我们 种一个东西 就是可以 味道 很完美的 就是比如说 这个番茄的味道 比番茄更有番茄味道的 从来没有人 给我们这么一个挑战 是不是很奇怪的 就是原来我们 我们要求的就是 我们吃的食物的质量 我们考的就是质量 营养呢 你可以吃这么一小块的肉 但是肉很香 营养很丰富 然后蛋白质房 肥瘦比利 什么都比较完美的 你也没必要吃这么大一块 当然 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要求变了 所以你看我们在香港 我们喜欢吃东西的人 常常讲一句话 听起来像废话 鸡有鸡味 对 菜有菜味 鱼有鱼味 这不是废话吗 但你真吃 吃得多你就发现 现在真不是鸡有鸡味 真不是菜有菜味 比如讲鱼 比如说我们香港 广东人那么爱吃真鱼 你现在随便 我们有一种鱼 我们很喜欢的 原来香港人叫三刀嘛 那三刀这种鱼 蒸了特别好 但现在养的 那个我们叫蒸三刀 蒸补的跟养的那个摆出来 你蒸蒸看 就完全两回事 就你觉得是根本 那个养的那就不能上台面 就我不晓得 怎么跟你形容 比如说新鲜的 野生捕获的三刀 蒸的刚刚好的时候 你是隔着几丈远 都闻得到那个鱼的香味 然后那里面那个肉 一夹起来 里面那是有油在慢慢渗出来 还是脂肪 这个也是为什么厨师 我们的那个基础 和我们培训的方法 也得改变 就是让你看原来 原美鞋的那些东西 就随人随旦的 他就是你怎么调一调鱼的 就是他肚子有什么样的白 什么像学一样 现在你要这样去才是上一条鱼的 你完全没办法按照这个说法来 来选他的食材 原来你就拿一个东西 就说这个苹果好不好 现在你没办法 你之前就像我姥姥 或者我妈我爸 他原来小时候就选了一个东西 现在你没办法考这种选法 你选不出来什么东西是好坏 你看就是我们的水果 就是有椰子的因 就是因为他加工的 让他守得快 因为如果他不是这么一个颜色 人不会买 所以随着快熟风味在失去 在流逝 但是快熟会不会带来快熟的风味 我还没听说过 我没见过有快熟的风味 我觉得今天最惨的是什么 包括我很坦白讲 中国现在不是很多美食博主吗 您这行现在客户吗 就大家都跟随 他也是美食网红了 他这不叫美食网红了 我是个纪录片 我就发现他们到处去打卡去吃 有时候我看的觉得挺难过 因为我认识 偶尔认识一些跟他们聊 我就发现他们对 去什么餐厅 这个餐厅得过几心什么这些 很感兴趣 但是比如说我很仔细问 你在吃了这道菜 这个是什么 我说这个季节不该吃这个 他怎么会给你这个 然后他们就 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到底在吃什么 就所谓美食网红 原来对食材都这么不讲究 那你就没话讲了 哎呦 你要这么说 我想起这个罗朗啊 罗朗现在还教人做这个家宴呢 我发现他真是有点 随着时令天人合一的性质啊 说现在是牧春时节 他先想想牧春是什么花 黄色的白色的 他按照这个去找这个食材 我是这么一个声音的吗 这是黄色的白色 我这是卖中国罗朗 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 我一下就想起 那要讲究的 那些小青上次书里写的 叫什么 三蛇 菊花 三蛇羹 三蛇羹 那跟食令的关系 得到什么程度 这个 这个是从种菊花的时候就开始 对啊 从初夏 一直到秋天 秋天的蛇最美的时候 这是太史宫发明的 没错 广州的大美食家 太史武生 他要什么 他要什么样的菊花 就是他自己 自己家的 自己家里种的菊花 他们家吃东西 那个讲究时令 讲到什么地步 比如说他们家后来 他们是 自己家还种荔枝嘛 比如前阵子 荔枝好的时候 他荔枝园呢 是这样 到了荔枝快要熟 的那几天就开始紧张 请家里的人早上盯着 所以明天估计 清晨这个荔枝就熟到刚好 五点多 要天还没亮 露水 刚刚要结成之前 赶紧全家起床 去园子里头 拿这个灯笼 栽荔枝吃 露水一上 这个皮一变色就伤了 他要在刚刚熟 太阳又还没出来 露水刚刚还没结的时候 那一刻是吃荔枝的时候 感觉这家人这辈子就没干别的